戴衣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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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爷 道爷 你怎么来了 闺女 你受苦了 道爷 我没本事 没杀得了贼皇帝 替阿玛报仇 我 不 闺女 是我害了你 道爷 不是 我是乐意的 道爷 道爷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到底是不是八王爷的女儿 我到底是不是在替我阿玛报仇 我 他们这些狗贼整天跟我说我是被人骗了 说我不可能是八王爷的女儿 道爷 你不是骗我的吧 对不对 你不是骗我的 行了 事情都明白了 你们两个先好好聊会儿吧 开门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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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是他的好朋友 到底怎么回事 皇上 臣敢担保 这贼道人必定是胡说 四阿哥怎么会是他的朋友 在都市口他见过四阿哥不假 可是臣知道 四阿哥绝对不会和他是朋友 他怎么说 还如同从前一样 是想离见皇上的父子之情 玉璐你说呢 你说呀 何必吞吞吐吐的呢 皇上 这个差事不是臣办的 臣于事情经过情由 所知不多 不过 臣以礼推之 以四阿哥平时的行为举止 臣 臣以为允蔽说的有理 皇上 臣万死 想请皇上恩准四阿哥回来 朕也这么想 那个贼道人和那个女贼 你们说该怎么办 朕想 朕想留着他们 让天下人看看 朕是一个能容人 而且能够宽恕别人的皇帝 皇上 臣知道皇上已仍爱治天下 不过皇上 这两个贼人 臣以为 万万不可轻纵 为什么 皇上请想 这两个贼人冒犯天言 意图行刺 已经是罪大恶极 如果不加诸禄 那天下的贼党 哪里还有恐惧之心 况且江南塞北 都频频有贼人散布怨队之眼 所以 臣万死 皇上 臣想请旨 口供已经有了 两个人见面 也将前后情犹暴露无遗 所以 就请旨 将两个人都立刻在牢中处决 看不出来啊老弟 你还真够狠的 皇上都打算饶了他们的命 你又把这二位送回到黄泉路上去了 谢谢了 不多说了 我到西贵妃那儿去一趟 王爷 贵妃娘娘 雲碧啊 可把我急死了 老四那儿到底怎么样了 萨克纵奴殴辱贝勒的事情 已经查明 问题不大 应该没事 那就好 那就好 来 坐吧 那 老四在毒尸口可好 还算好 只不过 毒尸口是个苦寒之地 好也罢 坏也罢 都不能让他待久了 那你看 我和老四 虽然辈分上是叔侄 但却是滞后的朋友 他的事 就是我的事 而我的命 就是他的命 所以 您请放心吧 老四有你这个朋友 我心里踏实多了 王爷 万四爷又叫您的起了 我先告辞了 您就等着好消息吧 王爷 皇上 不必了 声炕吧 荣碧 你是老四的好朋友 是不是 是 你要杀那两个人 不只是为了替朕着想 其实还是想替老四 清理干净那件事 好让他干干净净的回书房 重新做阿哥 是不是 盛康盛康 朕也是这么想的 就照你的想法办吧 臣叩谢皇恩 臣必定把皇上的这份恩典跟四阿哥说清楚 让他今后更加孝顺皇上 去办吧 是 和我怎么会来的 杀到一清 贼人轻儿 你们两个贼胆 居然敢行刺皇上 罪在不赦 奉皇命 无须秋后勾决 立刻在牢中处决 你说什么 我刚才说了 立刻处决 我跟皇上求了个恩典 你们两个 都留个权势吧 你答应过我的 你发过誓 我可以死 你说过 可以留下清儿的 留不住 你当时把他买来 养成凶手 派来京城行刺 你可想过给他留条性命 诚实 道爷 道爷 闺女 我们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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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未来的 啊 阿姨 田师傅 您 您这 田师傅 您怎么了这是 别说这么多了 三二哥五二哥在哪 这伯万岁爷有旨意 没师傅了 也不能让荒废了 让他们自己问书呢 爷 爷 田师傅回来了 谁 谁 田师傅回来了 田师傅 您这怎么了 师傅 您这怎么了 尿意裤子血 我不擅侧气 所以弄成这个样子 先别说了 咱们历年的卷子都在哪里 怎么了 一回来就开功课 不是开功课 我是要找萨哥的一张卷子 就是那个 那个我记得那篇 是猪老头子极其欣赏的 郑伯课段一冤那段 快些找 我想起来了 是有那么一段 我说郑伯做得好 为设计可以不顾私情 可是我那四哥说 郑伯未免 太过刻薄 后来您说我说的好 钟师傅说他说的好 对 对 对 就是这篇 快些找就是了 师傅 这有用吗 此刻我也不必说了 你们快些找就是了 三哥 快找 好 你也找啊 洗珠子 诺塞给王爷请安了 诺塞眼镯 没看清王爷 你急急慌慌干什么去 田师傅回来了 一裤子的鞋 奴才打算到御医那儿 要点伤药去 田师傅回来了 是啊 找到了 找到了 田师傅 你看是不是这个 拿来了 来来来来 要拿来了 狗奴才快打水去 已经吩咐了 马上就过来 两位二哥 你们好好看看 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 我这一路跑啊 就怕摔了 田师傅 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我看是小王爷也来了 您没跟他一起来啊 小王爷 他去哪儿了 奔养心店那儿去了 好了 药不擦了 衣服也不换了 我先上去他 给皇上请安 皇上 臣来领旨 臣愿意亲自去都市口 把萨格领回来 万岁爷 什么事啊 上厨房师傅田体刚紧急求见 叫吧 喳 对了 隐蔽 你和田体刚一起去 怎么没一起回来 唯皇上 这田体刚的事 臣还没来得及说 他在都市口勾结将军俄勒根 在四阿哥的住处放火 我去 都市口大火 朕已经知道了 俄勒根为什么放火 另有人处置 单独俱奏 一个人办一件差事 你别多管 是 哎呦 田师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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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爷有旨 叫上厨房师傅田体刚进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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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奇刚扣见皇上 吾皇万岁 万万岁 朕基刚 你怎么了 пош 皇上 臣不善侧 validity war 王爷心切跑得快 臣跟不上 被马铲成这样 天师傅 既然你这样 可不先收拾干净 再来面圣呢 王爷 皇命在身 臣岂敢玩忽 蒙皇上不治臣 失疑不敬之罪 臣身上这点痛楚 算不了什么 好了 天体刚 正好你也回来了 那你就先回奏吧 臣是替萨格求情来了 那就不必说了 我已经上了折子 正等着皇上的猪批 猪批一下来 我就去毒石口 把萨格接回来 那就太好了 臣替萨格高兴 替皇上高兴 看来臣的这件事 就不必说了 天体刚 打你进来 你就抖着这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呀 这是萨格的一个卷子 你拿萨格从前的卷子 干什么呀 臣原本以为 皇上不打算 让萨格回来 就拿了萨格的一个卷子 想说明萨格原本就是一个宽人校友的阿格 臣呈上这个卷子 想求皇上早让萨格回来 你呈上来 让朕看看 皇上 萨格的这篇文章是由朱师傅指导而做 臣一直还觉得不好 可是今天看来 也许朱师傅是对的 萨格确实是一个仁爱的人 这回他在独师口 将八王爷的后代接到退寺院里好好照顾 你说什么 其实陈现在才明白 萨格一直就是这么个好孩子 这篇文章是正伯刻断于烟的史评 正伯身为君主 剿灭了要造反的弟弟 从来史家都说正伯是对的 可是萨格却说 正伯其实可以用宽爱之心 人术之态度善待兄弟 天师傅 这么一来老四师傅就回不来了 那是 田师傅给他下了双量 一来皇阿玛向来恨那个疤 老疤入骨 当年他可是憋着害皇阿玛 再有那老八辈监禁了一个月 就被地方官催折死了 想来这不是皇阿玛的本意 只是地方官息指逢迎 可是毕竟愚情滔滔 都说皇阿玛刻薄 天下大事皇阿玛最在意这件事 现在老四和他的孩子 打恋恋恋 那能好得了 那篇郑伯刻断余烟 更能被读成老四早对皇阿玛不满 才有今天 再加上他请托的事 他完了 是吗 是啊 五阿玛说得对 天师傅 那你还叹什么气啊 我这料吓得倒是对了 可是我在想 四阿玛这条命 怕是保不住了 我是不是 啊 我是不是太准天德了 啊 王爷 奴才给王爷请安了 孝叔叔 免了 两万阿哥请出去 天提纲 你好狠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四阿哥啊 王爷 在下不知道您责备的是什么 皇上叫准四阿哥回来了 你这么一闹 四阿哥暂且就回不来了 王爷 您在场的 您是看着的 我是去夸四阿哥去了 怎么会变成我在闹呢 王爷 天提纲真的不懂 我说你懂 你不但懂 而且知道你那么干 会有什么结果 天提纲啊 天提纲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臣还是不懂 王爷 万四爷叫王爷过去 天提纲 咱们走着瞧 王爷 在下还是不懂 王爷说的话 王爷 王爷 王爷请 臣叩见皇上 那篇文章朕看了 但看文章还没什么 只是如果田师傅说的事实 那朕问你 田师傅说的 老四将那狗东西的孩子 都接到了退私院 皇上 是这样的 这 朕问你话 你只答是或者不是 是 可是 朕再问你 老四对他们怎么样 好 好了 你下去吧 皇上 臣 你回去 好好在家待着 没有真的旨意 再别过问老四的事 皇上 沈康吧 玉露 有件差事交给你 陈清之 老四不能要了 皇上 替朕把他除了吧 这事不要宣扬 找个可靠的侍卫 去办了就是了 皇上 臣 臣以为 就这样了 不必再说了 你去办吧 你想抗旨不成 臣 臣不敢抗旨 可是 皇上 撒个他 他可是您的儿子 是朕的儿子 那他的所做 所想 就更为可恨 可恨十倍 你快下去办差事吧 是 快走开走开 走开 走开 哎 卖完了 卖完了 哎 明天在这儿等了 啊 你看看多小的 卖完了 卖完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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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小姐 你到底要找什么东西吗 董章希望的你有完没完 我在找样东西呢 找什么你告诉我呀 我在找花呀 咱们那房子呢 说破也算破了点 可是好歹房顶不漏 墙也不至于倒 要是来点花草点缀的话 也许就好起来了 花草 您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我的大小姐 您可真愁 我提着篮子跟狗似的跟着你的脚后杆 您在这找花草 行了行了 都知道你辛苦了 不说了 走咱们到那边问问去 我问你一下 这附近有没有卖花草的 您说什么 花啊 还有草了什么的 您开玩笑 这地方 这点吃神 都是打大老远运来的 还找花草 你想什么呢 行了吧 死心了吧 早知道 就带些种子苗子来了 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来 罚你和我提篮子 走啦 走 快走啊 走 怎么着 还想种花种草 你不想走了 想在这待下去啊 怎么 你想走啊 你想走你就走啊 你不走 我自然不能回去了 大姑让我伺候您和猪老爷 我还能说什么 那你都不走 难道我要走啊 这都市口又不是满街跑老虎 我干嘛走啊 慧如姐 我是个奴才 平时仗着生在府里 跟大姑面前也没大没小的 可那都是些扯闲戏文 说些没头脑的话 我此刻想说的话 可能是有些没规矩了 你不会怪我吧 你说 要是萨哥老是回不去 你怎么办 你说呢 我问你 你怎么又问到我头上来了 你怎么突然说到这儿来了 因为你刚才说 还要买花啊 草啊什么的 这好像 这好像 哎呀 我直说了吧 我看你好像很高兴 萨哥留在这儿 这样你就老能和萨哥在一起 是不是 你这个丫头真是没规矩了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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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干了 三爷又合中了 真好 三爷 老小周 该你了 小周果然厉害啊 好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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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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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了 好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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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开班 但是还是 大家手下留情啊 来 清点 小狗子 不过来 盖你班了 怎么了 班都不敢了 四哥对我们好 做很好吃的 听我们洗澡 还陪我们玩 我不舍得奔四哥 四哥 我不奔你 小狗子 你以为我真怕你笨啊 好了 也玩了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赶紧歇息吧 我妈妈 四哥 我们接着玩吧 朱师傅 您找我有事 我看了你半天了 四哥 咱们来读试口也有一阵子了 没错 咱们是不在书房了 可是书还是要读的 我来的时候带了些书 另外慧如也买了些纸笔 你看看 朱师傅 您来这儿 我已经非常感谢了 书房在这里开 我看就不必了 我正好问您 您什么时候走 走 往哪儿走啊 离开这儿 四哥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师傅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 我也许不会很快离开这里 怎么样 中了吧 你这么想啊 那我就在这儿一直教你 咱们到那边去 好 走 师傅 您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简单 嗯 好了 看我的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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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屋去了啊 回屋 睡觉去啊 到了 睡觉去啊 好了 好了 睡觉了 我在这儿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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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哥 我们睡不着 咱们玩得什么吧 就是嘛 玩什么 这样 咱们就备久久函数表 会不会 会 来 开始了啊 一 二 三 开始 头九出谈 传世公 三皇去世万无声 遥堂顺语传结事 五王法六列国分 二九朔不冷难党 临同斗宝恶成墙 王简一路平六国 慧如 你来了 我这么讨厌的人 来也是让你讨厌 你这是什么话 你不是赶我们走吗 是 你说 为什么 慧如啊 慧如 我来了 我走了 怎么了 爹 你上去干嘛去了 你上去干嘛去了 我 我陪四哥说会话呀 慧如 你太放肆了 来 跟我来 我 爹 你干嘛 慧如啊 你跟四哈哥说什么去了 不是你说的 四哈哥要赶我们走吗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 我们不走 谁让你说的 谁让你说的 我不说 难道你不说吗 你得走 我留下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想问你为什么要留下 我 我得照顾你们呀 历级活儿又哈哈拦珠子 厨房又迎春 就够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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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四哈哥认识 当然是通过你了 什么 其佑次礼 爹你忘了 那年节上 阿哥们拜见师父 你那天高兴 说起了我读书的事 我除了见到的四阿哥 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以后你和四阿哥见面 要多注意一点 爹 我注意什么 这一个院子里磕头放脑的 我可免不老碰到他 爹 我出去了啊 爹 我出去了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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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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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竟然进来了 就待着吧 出去了 岂不是让人看见 那你是 我爹不让我跟你说话了 怎么着 你倒真听话了 朱师傅既然说了 我怕给你惹麻烦 好了 你要不进来 要不出去 你不进来 也不出去的 你在门口挡着我的量了 你看 这个地方没有花草 我画一些挂上 回头啊 我按节气 什么季节开什么花 我就画些什么挂上 每年我都会换新的 山水我觉得 越挂越老成 越去影醇厚 可是那些花草 我倒觉得 你怎么会换新的 长挂长心 这么说 你倒打算不走了 你怎么会换新的 说三说四的了 四阿哥 我想问你一句话 师父您请说 你说你想不想回上书房 当然想 那我就放心了 没话了 我走了 朱师傅 我等你 什么时候想读书了 找我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何必明星刻骨 要不如把这段过程当作领悟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也许一生清澈短促 和你相遇是种幸福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愿化作一滴蕾烛 落在你心中变成美丽 也不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 四年就像尘埃 随着季节飞舞 夜深风静以后 尘归正途归途 若不能朝朝暮暮 又何必明星刻骨 倒不如把这段过程当作领悟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也许一生清澈短促 和你相遇是种幸福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愿化作一滴雨雾 落在你心中变成美丽衣服 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